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K老師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港台數學雷台賽 那我們有請香港代表Tim 哈囉,Tim老師 那Tim是我們數學科的數A殺手 所以今天我們要考這個數學考試 對你來說應該不會太難吧 是,香港的還好 可是我台灣的一個學車剛剛不合計 剛剛不及格 不及格 OK 好,那我們再來有請我們台灣代表我們的化學老師李永 哈囉K老師,哈囉各位觀眾,我是李永老師 那李永老師是我們的化學科老師對不對 那今天要考的是數學科你OK嗎? 沒問題啦,當初數學我也是蠻積分的 但現在真的不一定啦 OKOK,所以現在是兩位數學科的大師要來對決 但是我們今天要對決的考卷 不是台灣的也不是香港的 那你們來猜猜看是哪一個國家的 我猜應該是看得懂的 所以英文版的應該可能是新加坡 那李永老師覺得咧? 也有可能是美國或歐洲的吧 應該也是英文版的吧 OK,好兩位老師都已經猜我們等一下試卷是哪一個國家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一些線索來讓兩位老師猜一下我們今天的試卷到底是哪一個國家的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五個字卡 那這五個字卡會提示我們等一下要考的是哪一個國家的數學考卷 那我們就先來看到第一個叫做修能 大家對修能有什麼看法嗎? 我覺得很像是一個台語 對很燙的蛋 很燙的蛋 很燙的蛋 看起來好像乍看之下試試看不出是哪個國家的 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張字卡好了 下一張叫做study leaf附准有工程 蠻嚴格的法規之類的 感覺是一個會很重視考試的國家 嚴謹的國家 嚴謹的國家 下一個是四當五落 我有去查喔 他這個字要唸當不是當 所以是當 所以有中文在裡面就一定是中國了 中國科舉 中國科舉 日本應該也蠻有機會的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到下一個提示 叫做警車護送 警車護送這個好像在台灣也會發生 就如果你發生一些意外 比如說趕不上公車什麼的 他們就會派警車把你送到考場上面去 對 所以 好還是不知道是哪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叫做為期一天 一天考完 一天考完 好像聽說 聽說 日本是還有很多天 所以我還出掉這個 台灣好像也不是 台灣感覺至少兩三天 會考是兩天 對會兩天 那這五個提示以來 大家想要猜他們哪一個國家 我猜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好中國大陸 那李永老師呢 我猜日本 好那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都答錯了 這個是韓國 所以我們今天要考的是 韓國的數學科試卷 我們不會看不懂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好 好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剛剛那些hashtag是什麼意思 修能就是剛剛 就是大家第一個猜很燙的蛋 那個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韓國的DSE呢 它的全名叫做 大學休學能力試驗 所以簡稱修能 所以它是一個簡稱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四當五落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是一句韓國的俗語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你一天睡四個小時 你才有機會去考上名牌大學 那如果你一天睡 就是睡多一點 睡五個小時的話呢 你就得明年再來 就是你會被當掉這樣 考不上理想的大力 我考不兩格 真的很嚴格 一天他只能睡四個小時 那其實呢 為了防止學生在準備的時候 就是出現什麼問題 就是那些公家機關跟部分企業 他們都會延長到十點才上班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趕不上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報警 警車就會把你護送到考場 就是這個為期一天的修能考試 其實不只是 就是考生非常的重視 連國家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在他們study leave的期間呢 大廈會張貼告示 在這個期間之內 不可以裝修 那裝了會怎麼樣 大小到學 可能會罰錢吧 罰錢 那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嚴格呢 因為其實韓國只有兩趴的學生 可以考上前三大的大學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重視這個考試 就是關乎到他們一生的前途 那以上呢 就是這五個hashtag的意思 那你們覺得 就是如何 就是他們對待考試的態度 就怪不得我們韓國的生意這麼好 韓國的生意這麼好 用老闆角度 韓文是幫我們翻譯成中文 這是一個犯好的問題 我們今天呢 提供的是全韓文的版本 那你們要怎麼考試呢 我們就會提供Google翻譯 請你們自己 數學應該還好 數學都是數字符號 我覺得數學好像好一點 萬一還有什麼應用情境題 然後還有一些招牌 對啊 什麼一個人去夜餐 那我們就計時四十分鐘 那我們就倒數 三二一 開始 好 我覺得呢 用了這個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呢 我就 真是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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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的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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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眼睛的個數 眼睛的個數 這是另外一題 get the quality 三遍 眼睛的個數 三個 十六 好,小子 好,小子 不要 不要 好,小子 小子 小子 好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現在剩下十分鐘喔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進度落後的朋友要趕快喔 時間到請交換考卷來交換改囉 好那我等一下會念就是依照順序念他的答案 所以你們就可以依照順序來一二一 順序沒有按照那題答案是五 所以大家畢業都全對 第九題是什麼 第九題是一 OK那我繼續念囉 第十三跟十五題是五跟三 五跟三 好再來請按列 接下來是十七題答案是一 第九題答案是四 四 好來我們總共十題嘛 四十分而已喔 恭喜 這個恭喜 這個恭喜好不錯 唉唷 四十跟五十 來恭喜 等一下我想 我想看一下我到底是猜對還是做對 應該是做對 我猜的是全錯的 所以都是實力 猜對一題就平手了 所以我運氣比較不好了 那我們選擇題的部分呢 目前就告一個段落了 目前只有我們香港代表 數人之一喔 Tim零先 那究竟他會不會上到最後呢 請大家記得要去收看取集喔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CLS 和Subscribe 我們SnapUS香港的頻道 那我們下集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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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教的東西太難 想進步都很困難 一直都有找私保 但成績都沒有變好 正常的 因為之前SnapUS未退出 初中常規課程 今天開始三大名師助陣 主理SnapUS中、英、Soul 三大主科的初中常規課程 而一週一課 已入口的上課節奏 40課就可以學識 日校教足一年的內容 輕鬆緊貼入考進度 錯過了的課堂 可以重溫自行安排 上課時間 還有精美筆記練習 同學可以先上課 先下看Notes 於由今天開始 打好更機 及早為高中和DSEPolo 現在NOTV都可以上到我的常規課程